约翰福音 第十三章 于月节以前,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 他既然爱世间数自己的人,就爱他们到底。 吃晚饭的时候,魔鬼已将麦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仙里。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,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,又要归到神那里去,就离席站起来,脱了衣服,拿一条手巾竖腰。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,就洗门徒的脚,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。 挨到西门彼得,彼得对他说,主啊,你洗我的脚吗? 耶稣回答说,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,后来必明白。 彼得说,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 耶稣说,我若不洗你,你就与我无分了。 西门彼得说,主啊,不但我的脚,连手和头也要洗。 耶稣说,凡洗过澡的人,只要把脚一洗,全身就干净了。 你们是干净的,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,所以说,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,就穿上衣服,又坐下,对他们说。 我向你们所做的,你们明白吗? 你们称呼我夫子,称呼我主,你们说的不错,我本来是。 我是你们的主,你们的夫子,尚且洗你们的脚,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,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福人不能大于主人,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 你们既知道这事,若是去行,就有福了。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,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 现在要应眼睛上的话,说,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 如今,事情还没有成就,我要先告诉你们,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,可以信我是基督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,就是接待我,接待我,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 耶稣说了这话,心里忧愁,就明说,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 门徒彼此对看,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,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,你告诉我们,主是指着谁说的。 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,问他说,主啊,是谁呢? 耶稣回答说,我占一点饼给谁,就是谁。 耶稣就占了一点饼,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 他吃了以后,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 耶稣便对他说,你所做的,快做吧。 同习的人没有一个知道,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 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,以为耶稣是对他说,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,或是叫他拿什么粥寄穷人。 犹大受了那点饼,立刻就出去,那时候是夜间了。 他既出去,耶稣就说。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,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,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。 小子们,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。 后来你们要找我,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,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,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 我怎样爱你们,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,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,主往哪里去? 耶稣回答说,我所去的地方,你现在不能跟我去,后来却要跟我去。 彼得说,主啊,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? 我愿意为你舍命。 耶稣说,你愿意为我舍命吗?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, 鸡教已先,你要三次不认我。